提起来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时候经常在工作当中 跟你合作的人当中 有没有让你不能忍受的事 比方说甚至有人说 就说这个猪队友 你完全不能接受他 你该怎么办 你比如像马爷这个 或者说是我就是管事的 是吧 我可以吵了你 或者说呢 我像克兰这样的 是吧 这个姐姐不伺候了走了 但是呢大部分人 我现在就发现网上啊 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 是不是经常有说 就我碰见我这同事这么傻 这么蠢 但是我又不能摆脱他 我该怎么办 就我觉得好多人 其实他们就是预设别人是蠢的 我觉得这点本身 其实就挺愚蠢的呀 就你怎么知道 这个你在别人眼中 不是猪队友呢 所以我觉得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其实本身就没有反省能力吧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猪队友 我在职场上绝对是猪队友 什么地方 非常不负责任 什么地方表现出你是猪队友 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 我本来不太愿意做 然后呢我也是出于讨好 我就哎好啊 没问题答应下来 然后结果最后就变成鸵鸟 就躲着联系不上我 我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别人肯定骂死我了 对啊 我就是猪队友啊 你这种立场 还是属于这个人道主义立场 我不负责任啊 不是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这个不靠谱的 那是超出你的预料 你比如说我跟你举例子 我想马爷应该碰见过吧 就是说好比曾经有个公司 你比如说过安排一个司机 这个监助理 好我跟你说啊 这个世界上总有你不能忍受的 不能忍受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我怀疑人是不平等的 某些人天生也许是不是有点 你你比如说好 给我安排这个这个司机监助理 好开我的车 第一天修车修了八千块钱 就是胡同后边有一个起来了杠子 他第一次开动过车 光机撞了后边了 这无所谓啊 我跟你说奇葩的是什么 他给我开了一年的车 你给我开了一年的车 然后呢有一次快过春节了 我老家回石家庄 回石家庄呢 就他开着车回石家庄 然后回北京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正碰见一个什么日子 北京那个设卡要查 大概就是在那个六环外的查 然后呢就给这个哥们 一看前面是警察 突然想起来了 哎呦我没带驾照 驾照 我说你跟我去石 开车去石家庄住了一天 回北京你更没带驾照 你是我的这个司机啊 我没带驾照 好 那怎么办 他说你带驾照了吗 我说我带驾照了 咱们赶快换一下 你知道他这个 那警察就在前面一百米处啊 我正往前 我在好处 我正往前爬的 但是那车快到跟前了 然后那警察还看见我了 说呦豆哥 赶快坐回去啊 这没办法 当然你那么也不对啊 说这个 但是警察说一查 就是说哎 你怎么着 没带驾照 一开始呢 这个警察呢 还安慰我 就是说哎 说那个 豆哥没事 就罚了该罚的款 对吧 你这个以后注意就行了 说你还能跟我进小屋去一趟 后来进小屋半天没出来啊 过了一会儿呢 他没出来警察出来了 说豆哥这个 我们不能让他走啊 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在电脑上一查呀 他这个驾照啊 一年半以前就被吊销了 他一直就没补办 他给我开了一年 就瞒着你 这下注热 他不是瞒着我 他不知道被吊销了 他就是世界上 他不可能被吊销 你肯定是知道的 我跟你说啊 世界上就真有这种糊涂人 就是你任何一天问他 他身份证 或者是什么驾照 或者是信用卡 肯定有一样是属于丢失的状态 就这么一人 然后好 最后你这怎么办啊 就麻烦了 就是说这警察就训斥一顿 说这本来我们就要把人留下的 你绝对不能够这样的 好 因为他给我开了很长时间车 我去的有些地方 只有他认路 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 我给他开了两个月的车 就是因为只有他认路 所以呢 我跟着 他在后座坐着 往左拐 往右拐 我说我是你的助理 行吗 你是我的助理 你们碰见过没有 我就他们说 就是说做猪队友 真有这样的人 有些人就糊涂到啊 丢三落四 粗心大意 能到惊人的程度 你们没碰见过 你碰到这样的猪队友 你想避开是吗 行 你避开 会有避开之后 你要承担的责任 你若不避开 就像你碰上了 你也要负担 之后为他开车两个月 就每一个人 都会为这个要付出代价 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事情 我认为是猪队友 行 我走了 我不干了 我不干主持人了 我去当演员了 非常低的片酬 从头开始 劳动妇女 撅而屁股 吭吱吱吱 就开始干活了 这个也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而今时今夜 你看我在演戏的时候 我不会碰到猪队友吗 不可能 对 最容易碰到 最容易碰到 这无所 我认为有些人 真是蠢到我不能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事 我又想起我爸了 我爸一辈子 就老跟我们来这个 说你看看 你看看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 文鲍你老了 对 我怎么现在发现 都给我说中了呢 我跟你说了两次 怎么你就还在这事上折了呢 你们都没听法先生的嘟嘟 他早就说过了 他心里就说都已经累了 对 不是 这种事是这样 就是你生活中 如果你有决策权的时候 这是最痛苦的时候 权力是个很痛苦的事 你要雍正皇上当了皇上 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 叫唯一君难 就是你们别以为你们难 我比你们还难 那么怎么去管理呢 心眼好的人都管理不了人 是的 特别咱俩心眼好 这太虚伪了 其实我心眼特脏 我碰到过 老板跟我讲管理经验 他说你管理的时候 你发现毛病 不能再给机会 给机会就是惩罚自己 他给我讲个例子 他说他故意司机 故意司机呢 说他出去半个月 回来的时候 让这个司机去机场接他 他下了飞机 找不着司机了以后 他就问 说你哪呢 司机说给忘了 忘了 他说你 你 在家半个月 就接我这一趟 你再忘了 我就竟碰这种人 说你干嘛呢 你知道他说干嘛呢 打游戏呢 这不一打游戏 你彻底忘了吗 但这也是个老实人 说这话 你接老板 你再怎么编 你也编不出来了 说呀 家里谁谁谁生病了 好意乱 那不行了 那你得老 在老板下飞机的时候 先接到一个短信 这叫你没忘 老板再下了飞机 给你打电话呢 你还在屋里玩游戏呢 好 谢谢 老板跟我说什么呢 说当时他就 气得他一怒之下 说给他开了算了 说我给你啊 最后一次机会 你知道这是什么代价吗 就是这司机大概在一礼拜之内 给他那奔驰撞的西巴兰 然后他就跟我说 犯坏 不是犯坏 他人还伤了呢 不是故意 肯定这人就乱了 乱了 他就说 你发现这个人不行的时候 就你这 这算队友吗 这不能算队 也能算猪队友 是吧 不行了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 你不解决 后面就是他 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了 对 所以你要不是老板呢 你要是平等的同事呢 要跟你工作对接的 老是这么一人 那就是柯兰的选择 我闪你远点吧 但是我现在你看 我还是说 这是原来的选择 那时候年轻 现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 你就想要么绕开 要不然就就事论事 就凑合了 只是说这事 但是我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是屏蔽 我有一个功能 就我不喜欢你这人吧 我完全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 我真有这本事 我视而不见 直接走过去 你有这本事 我问比如我跟你说一个 当然这个 我幸好 我最后是救了这个妹妹 你知道吗 就也是方舟这么大 小年龄的 而且一定年轻貌美 所以你救了 不难看 但是 我就跟你说 签合约 做广告 是给我钱的 你明白吗 最后拿着合约 他们公司盖章签了字 他送到酒店来 让我签 你说我要不说 咱们得高捷 人格去高捷 我最后看看 我看最后 我说 这个钱 多一个零 哇 那这玩意儿 吓得 我说 咱俩照这钱 可就是这么多钱了 多十倍啊 我就是说 这种马达哈 方舟你说 是不是 这是 就是说 人年轻 就容易毛躁呢 我觉得 更容易毛躁 然后 我觉得 我其实不害怕 这种马达哈 或者是 有点不靠谱的 因为我觉得 那你就忍就行了 我觉得我害怕 遇到那种 工作中 遇到情绪 不太稳定的 或者是很容易 就发脾气的那种 我觉得 我挺害怕的 你碰见过 有人跟你发脾气的 没有 不是跟我发脾气 我当时跟 跟克兰姐一起录节目嘛 他就是有这个 作家写东西 然后 然后演员来演 然后那个 因为作家写东西 压力确实特别大 他经常就 写不出来嘛 写不出来 然后有一个作家 他就写不出来 然后 他们摄像机拍了半天 拍了一个小时 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然后这个 摄影摄像师 大概就嘟囔了一句 说哎呀 这没什么好拍的 然后就撤了 作家不高兴 晚上闹到两三点钟 让这个摄影师 和所有工作人员 在操场上跑圈 就是四五圈的跑 这哪个牛 就是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 然后我还记得 你们这帮 就全都是去劝他 所有的就是要去劝他 然后因为 因为第二天好像 也是五六点钟 就要开始拍了嘛 然后都闹到两三点钟 然后走啊 不录了呀 走啊什么的 那这种就大家所有人去劝 这是我觉得比马大哈要 要恐怖 就是不仅是耽误事的 我跟你讲 就是所以 这方舟讲的 咱这个话题都会来 就是说啊 你还不能歧视那些 那个什么呢 一些素质不高的人 因为 情绪不稳定 你不能说素质不高 不是 就他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觉得有碰见猪队友 或者说碰见这个蠢货 反过来想 会不会我们 也是 我说有没有可能 是这么一个情绪 我一定是 说是证据了 我情商特别低 如果碰见一个人 特别不靠谱 建筑大概是 就是已经开始 进入拍摄状况 我觉得这人特别不靠谱 而且没事 什么约喝酒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就公然就把 这个人的微信 就给删了 就是再也找不着我了 就是我就消失 咱们就就说论事来拍戏 我永远拍戏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个宗旨 我是来拍戏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职业精神 职业 但是就是你 但是所有人都认为 大多数人啊 就觉得这女的太讨厌 哪来的优越感 是 所以啊 就一个是有啊 互相看片的这个成分 是的 再有一个 我现在就是反攻自省啊 就是说 会不会啊 你比如说有一次 我答应一个哥们 就是帮人家去主持 就是你知道 那是我终生遗憾 就是这个吴清源老人 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一百岁 给他过生日 在那个之后 没多久 吴清源就过世了 我答应了 答应了呢 就是人哪 有的时候 就只是当时一枉然 就莫名其妙的 就胡弄鬼忘了 我当时在香港 最后就没去 事后 我只跟人道歉 就这种晚不回的 这种后悔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概率也可能是啊 谁都有不靠谱的时候 你 你没有 我体验过 就是 借题发挥 对 借题发挥 你这 我体验过 按说我这么坚强的人 对吧 有一次呢 实在是工作安排的太多了 太忙了 就是 几天 一天飞一个城市 三四个城市 我这最后都长了寻麻疹 不是不是寻麻疹 你那是寻麻疹 我长了那种 带让泡疹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到了最后一个活 是拍一个宣传片 其实咱们不是计较 生活待遇的那个人 但是我就发现啊 你那个时候 已经是到了一种 离界点 自我怜悯 自我委屈 一到一到那儿 我就开始给这个经纪人打电话 就骂大街 我说他不是说五星级酒店吧 这不是招待所 然后赶快 我从来不会挑剔 就是抱怨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都快哭了 其实我后来觉得实际是这几天以来的这个 然后最后说 哎呀 这个一个打打电话到了那个厕所 我说这马桶还是蹲着呢 后来我完全是个怨妇 我觉得其实就是崩溃了 其实就是崩溃了 对 你的如果这个崩溃被人家赶上 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猪队友 但有时候确实是猪队友 你比如说我给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让我好多年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在出版社 我年轻时候酷爱摄影 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摄影机 我买那最好的马米亚 那当时日本最好的相机 我跟那个出版社社长 巧舌如荒 跟他做了两礼拜的工作 他终于同意我买一个 那时候能报销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两万多块钱 很贵了 那相机我买的 不管是出版社的 但是我买的就我用 别人我就不让用 不让用呢 我们那美编就天天 他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拿这玩意照相 结果我们就出门了 出门那时候开笔会 就是全是作家 去30多个作家 在安慧 那时候你知道 照一彩卷是天大的事 那个总编辑批什么 乱七八糟 好多事 主要照的都是黑白照片 结果买了个彩卷 他拿着彩卷 拿着相机 给这30多个作家 在一个特恶心的一块石头上 因为要黄山拿什么了 你妈妈也都选好了 每个人站上去 30多个人 一次一人造一张 36张 没 36张 还有我呢 到这儿没了 崩溃了 没了有了 拿来在中国图片社 去冲去 后来谭总 都是他管了 我就不管了 后来隔两天 我看他在那上班 他自个对着他的桌子 拿着手当枪 啪啪啪的一上午的 我说干嘛呢 这儿 我过去 我说你什么意思 终于拉着两个 我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 说你看 他把胶卷认过 胶卷是白的 什么都没有 啊 没有 这36个人没有 就是一白卷 他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就问我说 这怎么回事 我说你 你那个卷没挂上 哈哈哈哈 你叫点个 你拉过来挂上去 得一个一个 背一下照一下 那个是不是 一样就没挂上 没挂上 他背一下照一下 背一下照一下 你全是白照吗 那卷在这次特难 你又拿去给冲了 一冲可不是都透明的吗 你说这不是猪队友是什么 问题是 那三十多个作家不开眼 天天写信催 我能照片呢 哈哈哈哈 那年头好不容易 应该踩上 踩上 对啊 每个人都觉得天大一事 好像是个待遇 结果弄一空卷出来 所以你这有时候 真是改这倒霉 喝凉水都塞啊 你说这 我想起我们曾经 有一摄像 我跟文道 去台湾拍片子 你说多么难得的机会 台湾有那种水稻田 就那种稻田 他美的啊 我们在那拍的时候 偶遇林怀民 那个云门舞集 我知道 林怀民要在那个稻田里 搭一个那个舞台 正在那看见 偶遇 马上 我开机 就跟林怀民聊 聊的就在那个稻田旁边 停在聊特别好 就是 发挥的都非常好啊 对吧 然后 完了之后说 好拍完了 谢谢林怀民 再见 走吧 然后那哥们检查 没有放袋子 没拍上 而且你知道 有的时候 而且 对 而且你知道 我发现 这人要是不顺的 有时候一个跟头 接着一个跟头的 就同样 这哥们说 妈没拍上 算了吧 走 好 上车 上车 走到了100公里之外的 另一个地方 一下车 这哥们说 能不能派这个车 送我回去的 我说为什么 刚才检查机器的时候 我把机器落在稻田那儿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备 就是你不能干这种事 他是专业摄影 他只是这一次还是 有的时候点备的时候 喝凉水